在這段期間大家都時尋見到我 我都先後主持過四次的記者招待會 行了 但就算暑假回來開行會又怎樣 不用做嗎現在 過去的兩週雖然新增的個案 是由兩週之前的連續很多天的超過100宗 會落到近日的雙位的數字 但是評估下來香港在疫情方面 仍然存在社區爆發的風險 廢話少說 大家最關心是市場被你的限聚限雙零 搞死了怎麼辦 第三輪抗疫基金終於公佈了 第二期公帑代出糧 8月31日都開始有申請 不過不知是否上一期派到好像倒水一樣 又被人扭抑不到市民 今次檢討完又有新玩法 大型物業管理公司 我們要求他收到的補就業公司補貼 要回歸不少於80% 給他的業主 或者業主立法團 或者管理這些大廈的機構 我們不想特別針對一些很小型的商鋪 或者在街頭街尾 有一間賣雜貨這些商鋪 所以只針對兩大超市 白街和衛康 他們需要領取補就業的工資補貼期間 即9月、10月、11月 為他們的顧客提供各方面的減價 華超市在疫情期間 生意沒有影響 所以收到補貼 就應該回饋一下社會 但明明華潤都大 為何又沒有被點名 香港又由何時開始 賺到錢要和人共產 我不希望做一些很擾民的事 因為整內補就業計劃是要快速 是及時雨 快?哪快? 話說你也是這天才想起 有班年紀大的打工仔 新措施說 65歲以上的僱員 只要有強積金戶口 無論入面有沒有錢 每個月都可以收到5000元的工資補貼 詳情下午記者會會再交代